詞曲 李博全 郭文貴 。 大家午安 最後一場給大家輕鬆一點 其實 我在投稿這個JC Comp的時候 我心裡有想一件事 就是Machine Learning和 Machine Learning是我的那個 算是最近就是比較鑽研比較深的東西嘛 可是我現在用的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software的套件 大概都跟Java沒什麼關係 比如說Python或者是Scala 就是在場有玩machine learning的可以舉個手讓我看一下嗎 那大家想必都知道就是 Java應該不會是一個machine learning這個field的主流語言 那到底來JC康要講什麼 然後可是 等一下喔 青銅集贊助夥伴 他已經他太開心了 我再來一次 我可能要讓他 我可能要讓他 可是其實 甚至是這個樣子 就是Java在machine learning這個field裡面 我個人感覺還是一個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 因為現在machine learning 他處理的資料量應該已經和我們十幾年前在研究所的時候做的事情不一樣了 就動輒一天大概就有terabyte的資料 等著我們去處理 那怎麼樣去做一個scale out 怎麼樣去有效率的增加這個處理的速度 其實現在是machine learning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所以其實這一個talk呢 他講的 我的重點會擺在說 今天我們有了一些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我們知道他可以解決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知道什麼樣的問題 他一定要靠大量的資料來運算 那我們該怎麼解他 該怎麼去scale out 然後我們可以從 就是spark裡面的一些既有套件 學到一些什麼 然後如果我們遇到一個新的問題 我們想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這些principle裡面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整個machine learning在開發的流程裡面 也不只是演算法 因為你可能還有牽涉到前面的資料處理 或者是後面的evaluation 就是整個是一個pipeline 所以你怎麼樣去把這件事情很順的串起來 那也就是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個重點 好 那這是我的outline 就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解什麼樣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有些人他常常談說big data 那其實我自己對這兩個字是有一點點感冒 因為這兩個字已經就是被非常的 就是被非常廣泛的運用嘛 它的定義是不太清楚 那什麼樣子的問題是屬於 我一定要有一個大數據去支撐 才能夠去算出來的問題 這是我們今天要去identify的 不然就是說其實各位如果手上 基本上碰不到這樣的問題 或者說你去拿一個牛刀殺機的話 這個就有一點overkill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們要解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algorithm 在非常抽象的層級 我們應該怎麼去解 那就是第二個問題 可是在用抽象問題去解 就是在用這些algorithm去解的時候 其實你在實際上會遇到很多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的資料量可能沒有辦法單機算完 那你要怎麼樣去scale out 那這邊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即使我們在就是high level concept 都已經很清楚我們知道要做什麼了 但是我們要用的東西其實是很重要 好那我今天舉幾個 我心裡面就是一定要用比較巨量的資料解 才能夠解的好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recommendation engine 為什麼 有沒有人想要說說 就是recommendation engine 就是一個好的recommendation engine 它第一個要素是什麼 那這是我自己的回答 就是它一定要有夠多的項目 比方講說我今天 做了一個這樣的module 在一個電商網站上 可是這電商網站呢 它其實只有一千個item 那其實我做這個module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說因為我靠search 我靠一些browsing 我就已經很能夠非常快的找到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去做這個recommendation engine 其實老實說沒有什麼用 或者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在KBus聽歌嘛 假設我們今天曲庫裡只有幾千首歌的話 我想大家也不用去做這個recommendation engine 因為事實上你用別的方法都可以很快的找到你要聽的歌 但是如果今天場景一換 歌曲量有三千萬首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需要一個recommendation engine 然後因為你的item數非常的多 所以你的user跟他internet的這個信號也多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一個非常 就是去處理一個比較巨量的資料 那相對來講就是說 接下來personalized stream 也是一樣 像我們登入facebook 為什麼他會決定我們今天該看什麼 他為什麼要需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資料量太多了 他如果不去做一些篩選的時候 你的串流裡面絕對會是一些 就是按照時間排序下來 你可能跳過N個你才會找到一個你想看的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都是一個很孤僻的人 你都不交朋友 然後你的串流就會停在那裡 所以facebook他有一個kpi 他是說如果你要讓這個使用者 留在你的站上的話 你至少在N天之內要有M的朋友讓他交到 這樣他的stream才會有一直有新的東西 他才會留得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based on說你要有資料 你才能夠處理這樣的問題 不然你的問題其實是假的 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例子就是search ranking optimization 我們知道就是search要去優化 那你必須要去看每一個query 就是你檢索的詞 和你回傳的這個結果的relevance到底夠不夠高 然後以這些就是不管是editor 或者是使用者點擊所累積出來的資料 再去用機器學習說到底我的query 還有我的item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秘密的關係 讓他們relevance是好的 那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一個搜尋引擎每一天要應付的query量 應該是數千到數萬吧 如果算上常委的話那就是更多 那如果說是你的標準答案還是參考了使用者的點擊的話 那一天可能有十幾萬的使用者使用你的搜尋引擎 他點了哪些東西你都要記得 然後再把它類比為成一個訊登營的問題 那你的資料量就會很大 所以呢 我覺得要去處理巨量資料之前 先要了解一下就是我們手上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那當然不限於這些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經驗是做推薦引擎和搜尋最佳化出來的 所以我今天舉的例子就是一個highly biased by my experience 那也許在座也有一些不同的經驗 等等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那要做這些事情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以一個個人化的引擎為例 就是說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 你要了解你的項目是什麼 所以你可能會去把你的項目去做一些分類 比如說你用SVM或者是Deep Learning 還有很多分類方法 你要去把你的物品歸類到 一個分類架構的某一個子節點上面 這樣你接下來處理才會比較好處理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一個非常 定義好的這個分類架構的話 那你可能想要試試看Test Mining 對吧 就是說我看看我的資料鋪裡有些什麼 然後主題是什麼 然後我再來決定說 欸我要給每個物品什麼樣的標籤啦 比方講說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音樂的 音樂的Tag 音樂Tag可能是Genre 那是一個非常Well defined的一個Structure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來到情緒 或者是你希望這首歌 大部分的人都用這首歌去做什麼的時候來輔助 比如說跑步的時候來輔助 或者是睡覺的時候來輔助 你可能會想要給他一個跑步運動或者是睡眠之類的Tag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一些Topic Mining的一些技巧 來幫你發掘重要的一些標籤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有了這些分類架構和Topic之後 你可能要把你的問題約化成一些更specific的問題 比如說你是一個Multi-classes的Classifier 或者說你是Multi-Leveling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就是Content Understanding 它可能會要 它需要的一些 一些大類別的演算法 那當然不限於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User Understanding 就是說你要給一個比較好的Stream 或者是一個比較好的推薦的時候 那你當然對User要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呢 有幾個路數可以讓你去了解這些User 比方講說 比如說你今天對你的Content 有一個好的Understanding之後 你可以用User的點擊 或者是User的一些購買行為 來去把他的Preference 就是他的偏好給猜中 比方講說這個User他常常聽陳奕迅的歌 那每上來都聽他 那我當然就知道他喜歡陳奕迅 我就可以以此為基準 然後再給他其他的推薦 或者是說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說 你其實對你的Item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有你的Item和你的User的一些互動資訊 那你也可以用一些就是 不需要Content Understanding的方法來解 比如說Collaborative Filtering裡面的Matrix Spectralization 這樣子的方法去把它解掉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有了對User的Understanding 有了對Content Understanding之後 我們要做一件什麼事情 要去把這些Item呢 排序好送給我們的User 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今天我一打開這個我的App 或者是我一開我的商品項目 我的推薦就是我最喜歡的在第一個嘛 這樣我就不用左右滑或者是上下sport 才能找到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說Ranking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User他沒有什麼耐心 他看到這個前幾筆 不是他喜歡的可能就跳走了 然後會往下捲的User 其實不會是全部的User 可能是70%或者是60% 如果你在你的第一個屏幕 沒有辦法抓到他的眼球的話 那他可能就不見了 所以Rank很重要 那Rank很重要那怎麼去做呢 我們當然就是把大致上的做法就是 把這些User他過去的點擊搜集起來 然後把這個問題化約成 regression或是classification的問題 喜歡不喜歡是一個classification 喜歡到哪裡 那是一個regression的問題 對所以以一個推薦引擎為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在這中間他牽涉到的這個 機器學習遠算法 就是在每一個環節 就是環環相扣的 對 那大概給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說 如果是要在KBOX做一個推薦引擎的話 我們有大概這樣的資料量 就是千萬級的歌 然後百萬級的User 然後我們在這兩個項目之間交成出來的信號 那就是Hundreds of Millions 這樣子的量 讓我們去處理 對 所以 這個問題 他就不會指示在 我們要用什麼演算法 而是我們要怎麼樣 讓那個演算法算出東西來 那 十年前我們在談的東西就是 我們要從Scale Up到Scale Out 那現在我們要談的東西是Scale Out到Speed Up 就是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就是好 還要更好的過程 所以 IT從業人也很辛苦啊 就是 反正 我就是要不斷的優化我手上的東西 那這也是好的 那在優化之前 我想先讓大家看看就是說 我們優化的到底是什麼 就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generalized view of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 對 那 大家 先 就是 我知道這邊的東西有點scary 不過我們大概 high level 講一下觀念 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團data 這些data就是 有一些features是x 然後有一個label是y 這個y就是我的標準答案 那我要學的這個參數叫theta 我先不管它是以什麼形式 反正這是我的model 那我的model 透過這個features 所predict出來的這個y值呢 跟它相差 跟它原來的label相差當然是越少越好嘛 也就是說 越少越好就代表說我越猜越準 對吧 所以 這一個turn就是在說 哦我希望 我希望我的這個 我預測出來的結果 和我真正的data能夠越差 差 差的越少越好 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一個 regulization form 因為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在這邊做的頭破血流 就是把一個model 就是弄到說 百分之百對 可能也不是很好 因為它會非常的 就是偏向於這一組 特別的資料 而沒有辦法去處理 其他新的資料 那個就叫做一個overfitting的問題 對 那 所以呢 通常我們就會在這邊加了一個turn說 欸 我需要一個turn 來稍微抑制一下 來稍微抑制一下 這個model的complexity 那大概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turn 那馬學論的演算法大概做什麼呢 它其實是一個iterative的 就是逼近過程 通常都是我選定一個iteration 1到7 可能1萬或者是多少 或者1000看的問題 然後呢 我根據前一步 前一步我的逼近呢 然後決定我下一步的參數在哪裡 那中間這個東西 嗯 有可能就是 一些大家常聽過的一些最佳化的技巧啦 比如說 gradient descent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momentum 這些東西 我根據我 我根據我前一步 所知道的model呢 我再去做 我再去根據這些資料做一點修正 然後我得到我下一步的model 然後這樣子一直做到收斂為止 model就算出來了 所以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嗯 這個方 這個東西它其實 牽涉到的複雜度 就是如果你要算它複雜度的話 其實有幾個東西要考慮 第一個是 你的model有多複雜 就是你要算多少的參數出來 算的參數越多 model越複雜 那代表說 你今天要付出的時間越多嘛 那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我們常常講deep learning 對不對 deep learning其實就是一個超級超級大的矩陣 你要學可能就是幾千幾萬個parameter 那那個時候的時間就會很長 那第二個 第二個問 第二個影響複雜度的東西就是你的data的量 比如說你data越多 你可能就是算得越久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讓這件事情就是 比較好去manage 那有兩種就是parallel的方法 第一種就是說我的data是dominate我的複雜度的這個情況 就是說我的model其實有點簡單 比如說就是一個reg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svm 那這個feature大概就是幾千幾萬位 我還可以處理的 那這個時候要去做這個parallel的方式 就是說我把我的data切小 然後每一邊都去算 這叫data的parallelization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說 其實我的model是dominate我整個 整個時間複雜度的一個東西 它可能就是已經 我必須要算出個幾十萬個parameter 這些每一個link 就是每一個link在deep learning裡面的architecture 裡面都是一個parameter 那我要怎麼把它算出來 它已經overwent我的資料 那我就把它分佈 就是divide and conquer來解 對 那其實我們一般遇到的問題 大概都是屬於左邊的 就是我應該 我的data是dominate我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當你的data是比較相對來講比較少 而model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會有其他的問題 就是這個model本身是需要一些非常小心的調控 它才不會overfitting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我們在用的時候 這種狀況真的是比較少碰到 比方講說 googledeep learning為什麼會work 那大家可能都會有 就是最標準答案就是他們資料量大 沒錯 因為他們資料量夠大 所以說他們的model可以很複雜 而不會有overfitting的問題 可是如果說是我們一般daily 在hands-on操作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沒有他們那樣的資料 所以說 這邊的問題比較少被 就是真實世界的 這個我們遇到 那我們今天就是focus在這個地方 好 然後 我們在講到說scaleup和scaleout這個東西 嗯 scaleup其實應該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在 就是在單機上面 不斷的去把它的配備 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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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要scaleup 那scaleout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要多算一些東西 我就加個機器就好了 對 那scaleout完了以後 到底 嗯 夠不夠呢 我們十幾年前有hadoop 然後hadoop完了之後有spark 我自己的感覺是 Hadoop成功的做到scaleout 但是spark是成功的 幫hadoop speed up 對 這是一個演進的過程 就是上面 上面可能 十幾年前還在讀書的人 會比較有感覺 那個時候我們 做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大概都是 放在同一台工作站上面 然後跑個三天三夜 最後 process被管理員給kill了 非常的不爽 然後 欸 十年前有hadoop 好開心喔 開始裝 超級難裝 可是他可以跑比較大量的資料 但是跑一跑 欸 spark出來了 同樣的資料他要跑 跑個一小時 欸 這個兩分鐘就好了 嗯 對 所以 嗯 今天為什麼會講到spark 來當我們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 其他的performance在 就是跟hadoop比較起來 他是相當的好 而且他 其實在整個生態圈中 已經有越來越多人貢獻 嗯 就是不同machine learning的工具 在他上面 所以我想今天就是用他跟大家談一談 這樣子 然後再者就是 我們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主流language 它不會是java 因為他太多的生態都已經在python上面有 有非常好非常強健的軟體在那邊了 還有非常好的contributor 所以呢 嗯 spark其實有這個python的一些interface 可以讓我們操作 那這個很好 對 然後 我們要談談說 欸 我們在spark上面怎麼樣去scale out by data 他是走這一路數的 這一路數是不碰的 好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是一個Iteratively begin的過程 那怎麼begin 就是 這一組參數呢 是按照我前一步 然後加上一個 嗯 對loss function的微分所產生的 那如果說今天我的 嗯 參數更新都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式子 那我其實可以用一個非常非常快的方法 來把它實作出來 大家有用過spark的人 大家都知道一個叫map的function嘛 map的function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對每一個資料 我都這樣照張處理 然後spark會幫我 做完所有底下parallelization的事情 是超方便的 所以如果我要寫一個土炮的logistic regression 我可能20行就寫完了 就是 但是你如果是用其他的方法 嗯 其他的平行的計算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 好 但是事情也不總是這麼美好嘛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有脊落的演算法 就是它在我們可以運用的範圍裡面 那 其實事情不是都是這麼簡單的 比如說我們講一個例子 叫decision tree 好 decision tree 大家有用過的可以 可以舉一下手嗎 ok 好 decision tree其實 其實我大概在這裡邊再講一下就是說 嗯 它其實是一個分類的問題 就是說我今天 如果有一堆標籤 我的 我要猜測說 欸這些人 到底會不會玩板球 什麼樣的人會來玩板球 比如說我組了一個板球社團 我要發傳單給大家嘛 那我要挑什麼樣的人發傳單 我可以吸引到最多的人玩板球 好 那 做法就是說 欸 我先找一堆人來 然後我看看說 是哪一個feature 跟他玩板球這件事情 具有最高度的相關 那是他 是他的班級嗎 班級號嗎 同一個班級的就特別愛玩板球 喔 看起來好像不是喔 因為我用班級切下去的話 欸 怎麼 玩板球的不玩板球的 好像都沒有辦法分開來 可是 如果我是用gender來切的話 喔 欸 不錯喔 這個 玩板球和不玩板球的 好像 好像可以被 比較好的被區分出來了嘛 所以 嗯 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對每一個feature 在每一個 就是每一組資料上面 先去計算一些值 然後呢 再把這些值統合起來 看看說 我怎麼個切法 它是一個最好的切法 我就按照那一刀把它切下去 然後分成兩端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再從這邊 如果還沒分乾淨的話 再從這邊 再切一刀再分成兩端 所以它的 平行化 就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 如果說 我們今天 嗯 就是 透過非常大量的 就是這種 Master Worker之間的交換 就是 我先看 這個feature 好 你們這些partition 都幫我算一個值 回來 那其實我的複雜度 就是超級高 在Network的latency 就會很高嘛 那大概就是一個feature 乘以data量的一個等級 你會發現你的 你的那個Network 超級多都在傳遞這些 有的沒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可以在local算好些東西 比如說 在這個partition裡面 資料partition裡面 我用這個東西切 用這個f1切 我可以得到一個loss 用f2切 可以得到一個loss 好 那我就先把它存在 我的local 然後最後呢 我再把這些資料呢 返回我的master 重新aggregate code 我就可以知道說 好 那這個node 我應該怎麼切 然後如法靠置 Iteratively 就把這個數件出來 OK 那 這邊還不是一個 就是 底線區還算是一個 還蠻直覺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到了 就是 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 你的model更大了 那 事實上 你要去做交換的東西 又更多 所以 比方講說 我們要談的就是一個 推薦的演算法 好 那推薦演算法 其實 大家大概 會聽過一個叫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協同合作演算法嘛 那就是說 反正我今天 對一個user 我要怎麼去推薦 我要給他的東西 我找一個品外跟他像的 但是 欸 他看過 他有些 他有些這個user 沒有看過的東西 那我就猜測說 喔 既然他品味很像 那我就把 他 這個user 喜歡 但是 原來這個user 沒看過的東西 拿一拿給他 好 這個是協同合作的一個 基本的精神 然後我們回到就是說 算法該怎麼辦 對 那 這個就是一個 大概 大概也是在 十年前到七八年前 非常 紅的一個演算法 叫做 matrix factorization 對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 factorization machine 的一個special case 不過 這個我們不用多談 我們要談的事情是說 我們有user 和這些item的一些資料 以後 我們可以猜出來就是說 靠著這些user 他已經表示 欸我喜歡這個item 我喜歡這個 另外一個item 我討厭這個item 那我有這些資料之後 我就 可以大概猜出來說 欸 我拿一個這個新的item給你 他被 ABC都喜歡 被D討厭 那你會不會喜歡 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model 想要做的事情 那他其實就是 給了一個user 和item 的matrix 之後呢 他必須想辦法 把user 投影到一個k-way的項量 然後把item 想辦法 投影到一個k-way的項量 那這些項量 要做什麼呢 這些項量 他相成後的結果 必須跟我們 已知的喜好 是相符合的 然後這些 就是他越 就是他越符合我們 對這些已知的觀測之後 我們相信他對未知就是說 這個user 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item 可是我大概可以猜到 他喜不喜歡他 這個東西他會是準的 那其實 在演算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想像啊 因為users大概幾百 大概幾十萬吧 最少 然後items也大概有幾十萬吧 然後再加上k-way度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運算量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conquer這個問題 所以呢 嗯 Spark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把data 拆成一個一個的block 然後呢 需要在這個block裡面被用到的資訊 他才會去傳遞 比方講好了 我今天要擬合的東西 就是要去 去fit的東西 其實只是這個矩陣中的一點點 因為一個人 嗯 一個人不太可能看過太多的item嘛 就尤其你的item很多的時候 可能幾百個 最多幾千個 可是你可能有幾十萬為的items 所以你今天要對一個人去算 就是計算擬合的這些變數 其實是有限的 那其他的東西 就是其他的資訊 對這些人來講 就是不需要的 所以 嗯 Spark他在運算的時候 他其實做了一個策略就是說 我只給每一個user他需要的資訊 那其他的我就靠著我的partition的技巧 還有多寄了一些東西 就是他必須要其他哪些資訊來更新 來完成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Spark和Hadoop的上面的馬奧做的一個performance 比較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Spark他可以一直跑跑跑跑到 就是他的data的point到1000個million 可是馬奧他在這裡就已經掛了 這就是為什麼 Spark上面的matrix factorization 廣備大家喜歡的原因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比較robust的東西 那他背後其實做了這些事情 對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演算法 也是一個 嗯 就是 稍微有點過時的 對 其實Spark他現在 嗯 有更 更有效率的做法 那他實作在這個LDA上面 就是我們剛剛講過的topic mining 那topic mining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說 當我有一堆資料庫 我必須 我想要去了解說 這個資料庫裡面 有哪些重要topic時候 我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那 舉個例子 比方講說 我有一堆歌曲 然後我有一堆User對他的labeling 就是 我好喜歡睡前聽這首歌喔 我好喜歡在騎飛輪的時候放這首歌喔 然後這首歌聽起來好憂鬱喔 每一條都是 都是一個文章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從使用者的觀點 我怎麼去描述這些歌 有哪個重要的component我可以去抓住 然後再去把這些歌 做一個好一點的labeling呢 那這就是LDA登場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他的模型裡面呢 每一個文章 裡面的每一個字 都是因為這個文章屬於某一個topic 比方講 那 興奮 想要keep就是keep in mind就是說 其實這個 在這個參數越發複雜情況下 他最佳化的技巧要越好 不然 在我們就是平行化運算的時候 他中間交就是要交換資訊真的是超級多 那他怎麼去設計 就是說今天我們還是用了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一個sparsity的一個特性 那我們剛剛講到就是文章或者是文章或評論啊 其實每一個文章他有什麼字都少少的嘛 就是說每個文章了不起兩三百個字 五六百個字 可是你如果看整個dictionary的話 你可能有十幾萬個 十幾萬個字你要去處理 所以怎麼樣去把這些看起來很龐大的矩陣去把它縮小 變成一個可以控制的範圍 那在spark的這個實作裡面 他就用了一個叫graphX的一個套件 去把article還有這些字的關係建成一個圖 那其他沒有就是中間沒有age的他就不用管它了 因為根本對這個東西最佳化沒有意義 所以他建出來的圖可能是非常小的 然後他底層就是要怎麼去parallelize 就是看graphX怎麼做 那他們就是用一些vertis cut或者mirror vertex這些技巧 讓就是每一個partition它可以獨立運算的可能性是越來越高 減少它中間資料交換的這些頻率 那其實我們剛剛看到那個collaborative filtering 是不是有這樣的特質 的確是 其實新版的collaborative filtering的metric factorization 也是用這個實作 只是它還沒有一個穩定的版本出來 對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就是這個東西 我要補充一點就是LDA這東西我也試過 然後它跟MARO的LDA比起來真的就是像剛剛那個圖一樣 就是說它可以運算的量遠超於MARO可以用的運算量 然後正確性品質也是比較好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其實我們在做這些machine learning的運算的時候啊 所牽涉到的工作也不只是machine learning 就是model fitting這一塊 前面的data前處理還有feature extraction 然後最後的validation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覺得spark它有一點對我來講最吸引的一點之一就是它買菜送蔥 就是我用spark之後其實我就很方便的可以操作一些data的data前後的一些處理 而且這個是在就是一般的學術論文裡面不太會被重視的嘛 因為其實你說你data process你做得很好 那可能也沒什麼人會理你這樣 好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MLLib加上這些其他的東西 就是SQL and data frame 還有spark streaming 還有graphx之後呢 它用起來就是 我們可以說程式是可以寫成一條邊 從開始到結束 就很輕易的把它做完 比方講說我現在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 嗯 我要把一個資料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稍微做一點整理把它畫成feature 然後再丟進去training 那如果說今天我沒有辦法在同一個程式裡做完 我可能就是把我的pipeline分成好多好多個 然後中間在用shell script很辛苦的串起來嘛 或者是wusi這樣排成就是 嗯中間也很容易容易不知道發生什麼樣的錯誤 欸一個一個不行就不行了 然後troubleshooting也要分好多份 可是spark這邊的話就是你可以用spark seql 直接query出一組的數據 然後呢再用一些就是RDD或者是它data friend的一些API 把這些數據變成我們training algorithm可以認的一些feature 然後直接train train完就完了 這非常的方便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假設你今天是要做streaming的一個資料流的話 就是這個資料是源源不絕的過來 比方講twitter的tweet 我今天每一分鐘我可能都有幾十萬個twitter要來被分類 欸那我可以很輕易的就用spark stream加mllib 直接把這個東西串起來 串起來之後就 欸接收streaming 然後model predict 結束 對這非常的方便 當然也要看說實際上應用是什麼 因為spark streaming其實它其實是有一個latency的 三五分鐘看大家的這個pipeline設計 它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即時性的東西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其實還蠻好用的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欸其實你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好夥伴叫spark的graphx 它可以和mllib就是相互為用 對 ok 所以呢 這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然後在新版的spark裡面 我覺得它有一個更厲害的東西叫做pipeline pipeline這個object 其實就是我今天寫程式的時候可以非常非常漂亮的 把一個把這些很多的動作就是集合起來 然後寫成物件化之後呢 我就用一個pipeline去fit它 然後結束 然後中間去存儲dataset的這些東西 我可以完全不用管 我只要做一些簡單的programming上面的設定就好了 那比方講說我今天要用處理就是預測 train一個model去預測一個文章到底是哪一類別的 那我可能中間有一個 開頭有一個tokenizer要去斷詞斷字 然後中間有一個feature的轉換 就是要用hashing turn frequency 把這些字轉成我的feature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的這個分類器是logistic regression 在這裡 那我給它一些我覺得合理的參數之後 我用一個pipeline把這些東西串起來 然後直接fit做完了 中間的那些dataset 流程dataset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不用去處理那些惱人的事情 當然實作上還是有可能它在中間 任何一個地方爆掉啦 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事情 但是它可以讓程式非常非常的精簡 然後邏輯非常的清楚 好 那其實 那做machine learning的時候 它還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我要去調我的參數嘛 剛剛我非常勇敢的就下了一個10 還有0.01 那這個10和0.01真的是最好的嗎 其實也不見得 對 那通常的方法是什麼 是我一直變換我的參數然後去試 試出來一個好的 那我就覺得它是好的 當然也不是天馬行空亂世 就是還是有個range 只是那個 那個試驗的邏輯和理路 其實 目前它還算是一個被研究的課題 那也有些人它是用一些basion optimization這些方法來去調控它的參數 但是事實上最常被應用的就是這種grid base的一個暴力式 那它怎麼做呢 它其實就是用也是用一個物件就可以把它包起來 parent grid builder 然後把我要的parent塞進去 然後它就用grid的方式幫我一個一個一個把它試好 試完了之後還有要去做cross validator cross validator完了之後 欸 我就已經可以調到我喜歡的這個model 那這個東西其實大幅的簡化就是說 programming它需要的一個困難度 但是就是如果說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之前我們要寫的code量應該是遠遠大於 大於我們看到這幾行的 當然還有包括前面前面的一些啦 對 好 那今天spark也不只是MLLive而已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有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工具 它是圍繞了spark 但是它跟machine就是MLLive是可以說是沒什麼關係 或者說它是要來輔助他們的 那舉一個例子好了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做這些事情 就是做這些參數的運算 我要等到大家都算完以後 然後再收到 然後再回報master 這可能有點太慢 因為我們無法預料資料的分佈在哪裡 就是假設今天有一個node它非常的不幸運 它就是 spark的它所有它具有所有的feature 然後它具有一些很麻煩的資料特性 導致於說它算這個非常非常慢 然後其他兩個人呢 必須要等它才能夠回收資料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就會有一點麻煩 太慢的麻煩 那對於這種問題會在什麼樣子的狀況下出現呢 就是那種比較high dimensional 然後資料量 資料的分佈可能會有一點奇怪的狀況下 我們會有這樣的問題 當然在實務上就是說 如果你是處理一個非常大的recommendation engine 然後你用了非常多參數 那這個問題就會成為一個真的問題 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會那麼的有感 所以說它其實沒有被MLLive 納入它的標準package裡面 但是的確就是你如果是情況對了底下 你可能就會感覺到它這個每次都要等全部的人回報 這個壓力在哪裡 所以就會有一個名詞叫做parameter server parameter server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大家各算各的 我回報的時候我不一定要等別人 我有了結果我就回報 然後我再做下一個run 然後再回報 然後至於誰的回報是valid 誰的回報已經是太舊 對我不要了 那個就是parameter server要去自己決定的事情 對 那如果是今天我們的問題是碰到這樣子 我們的code可能就要重寫 因為就變成說 其實在我們計算的過程中 我們算出來一個 算出來了一組參數以後 我就要push回我的parameter server 就像這邊一樣 然後呢 我在每一個iteration之前 我都要先看我的parameter server聯絡一下 看說 欸現在最新的那個status在哪裡 那我就按照這個東西 再繼續我的一些gradient design往下做 那目前有兩個package是用來做這種事 一個是distm ml 一個是glint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但是在使用上來講 我個人是覺得說 上面這個是比較穩定的 那下面這個 它parameter server去調控的參數比較多 但是它其實很容易被崩潰 所以 嗯 大家可以就是用 按照自己的需求來選擇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談machine learning 就是如果不談一點deep learning 就好像 不太吵嘛 對 然後deep learning 其實它也有一些 寄存的一些frameworks 比如說sienno啊 或者是tensorflow 或者是cafe 這些東西 但沒有一個跟java有關係的 但是就是說 還有一個叫deep learning for j 它其實是一個架在spark上面的東西 但是 它的這個發展狀況 遠不如主流的這些東西 所以 嗯 以西瓜味大邊的原則來選用 我們要用的deep learning系統的時候 我們要 我還是覺得說 選一個大家有在用的 會比較安全 對 但是這些系統其實都 就是除了tensorflow 有出這個distributed版本之外啊 其他人都是一個單打blog的模式 也就是說 我很難去做distributed的計算 那怎麼辦 於是呢 就有一些open source的這些contributor 他們把sienno或者是其他的instance呢 也用dataparallel的形式把它parallel起來 然後設計就是用剛剛我們parameter server的設計呢 去做一些這些parameter的同步 比方講說 啊synchronous的同步 或者說 啊synchronous沒有lock 可能是最快的 然後另外就是一個synchronous版本 那可能就是一個比較穩定 但比較慢的版本 然後像另外一個就是包卡費的 包卡費的有兩種 第一種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簡單 然後也是spark就是AMP Lab裡面自己出的 他可以調控的參數比較多 他可以去調說 我可 我要幾個returation回傳 然後我的每個bit size要多少 然後藉由這些比較細緻的調控 去達到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然後接下來就是最後就是 雅虎他有用這個spark和cafe 結合成一個cafe onspark 那為什麼值得一提是因為他們真的 這個東西他其實用起來真的超級好用 超級好安裝 然後跟spark net比起來 我覺得就是一個等級上不同的製作 就是如果大家用cafe想要把它scale out的話 我會非常推薦 非常推薦這個東西 他是怎麼做的呢 他是說 我今天我的parameter server是 誰都可以當parameter server 我A可以當parameter1的server B可以當parameter2的server 然後C可以當parameter3的server 然後我每次自己算出來 我就用一個我土炮做的這個 把護土炮做的MPI去把我的訊息 broadcast出去 用all reduce的方法 那他可以支援就是CCPIP over Ethernet 那如果你是InfiniteBand 就是Band的這個連接的話 他可以走RDMA 所以他的這個效能是超級好 然後有一些實測也表示顯示說 其實他在準確度上收斂也比較快 那為什麼我不知道 好 然後他接著spark最好的一點就是說 今天我用deep learning出來的feature 我還可以拿來做其他 就是拿來做其他machine learning的原料 比方講說我用一個restricted boltman machine 做出來的一些feature feature是一些向量 然後這些向量其實都已經被deep learning消化過了 所以我可以把它拿來再去預測說 這些圖像或這首歌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什麼樣子的labeling 直接拿ML live裡面的東西來做 這是他一個還蠻厲害的東西 然後其實spark在整個machine learning裡面 做的也不只是這一些 比如說你可以平行化的 如果你model小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你hyperparameter的tuning 做就是做平行化 那個就是你資料很小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一台worker就算一個model 誒好啊 那非常快就可以拿到非常好的model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大資料量是不是 就是spark是不是只能設有大資料量不見得 就是在這個case裡面 小資料量你也可以用它來提速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如果這個predict model是一個很複雜的model 比方講說我的曲風就有五十幾種上百種 然後我每一個曲風我都幫它做了個分類器 那等我這樣子一百個跑完以後我都要睡著了 所以spark它也可以拿來做就是你平行化去處理你的predition pipeline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其實你會發現非常非常多 third party的實作 它不是在MLLive裡面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辦 其實有很多 很多實作都已經在被release 比如TSNE 欸這個應該寫成factorization machine Sorry 這個錯了 我會更正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有一些也是一個me too的白本 就是一個equivalent版本 但是它號稱說它是比MLLive比較快的 那這個也是有 只是這一弱的實作我就比較沒有試過 對 然後conclusion在這裡 就是第一個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就是你的application到底到底有什麼特性 然後你要選擇就是適合你需要的這些tools來當做你的刀 不要overkill 然後但是也不能說你今天已經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你還用單機解這個也不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你用一個主流的platform 會比你去用一些比較小 然後比較少人contribute的platform要安全的多 因為machine learning的這個field involving的非常非常快 如果我們真的有在追的話 我們會發現像cafe這個platform三年前 它只有就是image的這個learning會的東西比較齊全 可是它現在已經有RNN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是看使用的人的多寡 然後大家對它的期待是什麼 而會成長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很不幸的選每一個就是比較少人會去contribute的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要想一想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今天就是整個session except給大家評論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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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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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